大家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一 今天會有講資金流向,特別講北水 我們看到大市的成交,這兩天稍微增加了 這是大市的成交 然後再跟著北水方面,即是深衝業 也是增加了 我們看看這件事,基本上不是太多 大市的成交是升了 由600多升到800多到1000 那就不錯,再繼續就希望可以多些 北水方面也累積了,有些跌是會咬上 即是好像上升一樣 恆生指數也覺得有少少,有少少上升 就是歧視,看看近年的流入板塊 但近年的流入板塊就是有這些東西多些 流出的板塊就是有這些,這些東西 其實流出很少,美團流出很少 中國商業流出很少,零定點幾個百分比 中國電商流出很少 好,我再跟著看看,今天的市場是上升的 因此的板塊上升的比較多些 第一是黃金和貴金屬,都很必然的 因為世界不穩陣 保險也說了,這幾段時間保險也是上升 反映到市場上,特別是國內金融市場上的穩定 因為他們都是投資起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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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A股,A股,A股的債券等等 以及地產股等等 這些穩定,有前景就能升 就跟著段信服務也是這樣 運輸也說過了,如果是做得好 以及加工設施做得好 代表中國整體的經濟還是不錯的 看看黃金方面是這樣的 零本黃金升了7% 招金都十分之好 這些是金礦股中的中堅分子 如果這些升多,就沒用 這些升多才是真真正正的 代表金礦股有好處 保險股也是一樣 基本上,很多保險股都是基本上上升 這就很OK 再其次,電訊服務股也是一樣 基本上可以站穩的 再跟著運輸方面 這些運輸方面 經東物流升得比較多 EGA集團控股也有升 不過這些是平時比較少人去留意的 無論如何都好,這也是好 交通設施,這些都一直都說了 代表中國的製造業基本上很好 人流方面比較多 如果人流方面不好,這些都不會升 那這個是不是假期的因素 暫時還不是 又不是五一又不是升 就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各自的整體版廣告 至於各自的整體版廣告 除了騰訊 有些不太動作 阿里巴巴這些都是動作比較多的 特別留意,現在市場上面說 阿里巴巴的前景是回來 很多東西都會這樣 我們上星期也有買到阿里巴巴的 好了,我們看看大市方面 挺好的,對不對? 星川普利亞通道中逐之後 就會上市普利亞頂 現在試頂了 我們要細心去看看 第一,在這裏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下來的話 今天明顯地升破了下降軌 升破了下降軌之後 將它怎樣呢? 打橫的話 我們看到這件事了 基本上是去到這裏 與之前的所謂支持位而跌破 跌破之後成為阻力位 所以我們從這裏開始 就會繼續試這個位 試這個位 這個位大致上是183左右 183左右 試完這個位之後 將它怎樣呢? 很簡單 最終應該會試這個位 即197左右 其實這次不是星浪的頂 我估計 197不是這個頂 我估計應該還有兩萬 當然 會有反覆的 不可一蹊而就 好了 再歧視我們看看 有哪些股票 可以留意一下 中國人民保險